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要改一下這個公式 我不要用Test 把它做清除掉 這個公式 改一下Ctrl Shift 向下 選取 選取 我剛剛做選取 記得快速鍵 也要記一下 如果你要快速選到下面 你不要滑鼠這樣拉 不是OK的動作 像選取的話建議是 Ctrl Shift 向下 它就整個選到 這個範圍的最下方 那你再按一個Delete鍵 這樣就OK了 Ctrl Shift 向下 好 再按Delete 因為其實我發現很多人不會 這個動作他拉很久的時間 另外還有一個 剛剛那個空點快點兩下 其實以前的同學是這樣 他就這樣向下拉 拉到最後面他可能會過頭 有沒有 然後又要拉來拉去 那其實你也可以不需要 你直接在這個出生格的右下空點快點兩下 他也可以整個把它做填滿的動作 那之前我也是 沒有特別講過 我發現之前那些同學說 老師你剛剛怎麼做的 你不會嗎 他就真的他就不會 嗯 我想好吧 不會就學吧 就這樣 學起來就你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怎樣 再換一個方法 那首先你要了解一個道理 什麼道理 如果我希望格式上面 格式上喔 把那個兩碼或不足三碼變三碼的話 其實有一個簡單方法 你可以把G4到H4選起來 按右鍵 可以出成個格式 OK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再切換到什麼 切換到自訂 自訂裡面的話呢 把自訂的右邊 有一個可以填公式的地方 把它輸入什麼呢 三個數字 三個數字 就零 在這邊的規則裡面 只要是一個零 就代表一個數字 所以三個零呢 就代表三個數字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看到的是什麼 084 007了 有沒有 但是更多一講一下喔 沒有啊 如果這樣呢 你用刷在一起就好了嘛 沒有啦 沒這麼簡單 如果這麼簡單就好了喔 那你油表放在84上面 你會發現喔 雖然呢 看到的是084 可是呢 實際上喔 存在於sail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它還是84 所以呢 這個格式只是說 讓你看起來 以為是084 但實際上它還是84 所以表面是假的 實際上是真的 OK 就像什麼呢 很多東西是表象 跟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對喔 OK 所以你要能夠有那個判斷能力嘛 那怎麼辦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真正能夠把 它這個 格式 變成真實的 那你就可以用test函數喔 那怎麼做喔 特別是我把這邊再復原一下 我們知道規則是000嘛 可以感受一下 復原 如果我要把它變成084的話 其實插入函數 找到文字內裡面的test函數 找到文字內裡面的test函數 再t開頭的 那它會要兩個參數 第一個的話呢 是哪個資料 value value的話就是84給你 那你幫我改成 那個什麼呢 三碼的話 其實喔 特別是剛剛 底下比如說 我的formate test 五加上的test 前後先雙號 1到中間 然後呢 剛剛放在字定裡面是什麼 3個0嘛 請你把那3個0打在這裡 所以特別是喔 那個字定裡面的規則 跟這邊的規則是match的 那在字定裡面做的是假的 但是在這邊做的 就變真的了 它就真的幫你把它變084的文字喔 所以你會發現喔 從那個test的哪個地方呢 從這個上方 你給它84 然後並且給它一個000的規則 底下這個就是真的給你的資料 有沒有 變084的文字了 有沒有 所以這變真的了 也就是說喔 以後你只要知道什麼 知道那個格式裡面 制定的那一串公式 你就把那個公式放到這個formate test的話 那它就幫你變真的 OK應該可以懂那個原理原則吧 這個還蠻好用的 以後真的喔 你看到你抓不到了喔 只要透過test 通通沒問題 沒有很困難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之前有問我的問題 都跟他不知道有test這個函數 非常大的關係耶 那你說這個函數這麼重要 你不會 那你怎麼怎麼在工作 對不對喔 OK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按確定喔 沒有發現喔 那這邊就變084了 有沒有 而且喔 注意一點喔 它一定會靠左對齊 為什麼 如果你格式預設喔 如果是文字一定是靠左 假如說 如果你是素式的話一定是靠右 所以你這邊如果萬一再包個value有沒有 value啊 它一定會靠右對齊喔 所以有的時候喔 格式的對齊喔 你也可以大概知道說 這個資料到底是文字資料 還是數字資料喔 OK 這個也是個判斷的方式喔 所以有些蛛絲馬跡喔 你都有細節注意到的話 應該就不至於會犯一些 不應該犯的錯誤啦 OK 那你把它 當然這個我們只是做一個 好 那如果說呢 假設我要把這些呢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邊來處理的話 那你其實就跟剛剛一樣嘛 你就是等於 假設說我今天 前面一樣09啦 所以09 然後 我們end什麼呢 end這個電信業者 然後end一個減的符號 end後面的話 就一個test 那你可以把公式貼過來 或者自己打一下 txt txt 前刮符 什麼value 哪個value 這個value 然後痘點 方便txt 記得雙以後 然後 000 後雙以後 後刮符 這樣打個勾就可以了 那 那 h4 怎麼辦 一樣嘛 就把這個 從f4的後面 這個end 複製下來 再貼到他的後面的話 那這樣的呢 就把再G4 改成h4 打個勾 這樣 向下填滿 就大功告成了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啦 當然 如果剛剛的公式 跟現在的公式 選的話 應該 你還是會選這個 對啊 因為這應該相對的 比較簡單啦 所以有的時候啦 做一件事情的 這個公式 絕對不可 不會是只有 單一個答案的 那主要還是看 你的思考邏輯 還有就是說 對 你對那個 函數的 操作的靈活度吧 也就是 如果你剛剛 不會test的話 你只能用剛剛rep 但如果你會test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test來完成了 ok 會不會有其他的方法 當然有 只是說呢 其他方法有沒有更好 如果沒有更好 通常我把它略過啦 所以有的時候 不是說 你學了越多越好 沒有啦 你要學精華 就是學一些很怪的招 然後 就是不禁得用p 我覺得最重要 一定要學那個最重要 像剛剛 文字數字的觀念 這個一定要掌握 第二個就是說 你看到東西 如果沒辦法取得的話 請記得用test來取 好 所以呢 順便這邊的話 我們舉另外一個例子 給各位練習 什麼練習呢 生日這邊 他的生日呢 我如果想要取出他的民國年 是幾年次的 有沒有 比如他是70年次的 66年次 75年次 那如果我要取得這個資料的話 假設我在i的地方 多一個欄位 欄位名稱的話 也許叫年次好了 因為呢 可能 如果要統計什麼 統計我們會員裡面喔 那個年次 佔比哪一個比例最高 是五年級生最高 還是六年級 還是七年級好了 比如說哪個range 他會按年齡來計算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只有生日這個欄位 你是無法做這方面的統計 那怎麼辦 你必須先產生一個對應的欄位 那這個欄位的話 呃 所以這邊年次要怎麼抓 當然年次你可以複製格式吧 把這個格式複製過來 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點 好 複製 刷一下 年次 那年次的話呢 就是要抓這前兩個字過來 當然呢 理論上我們直接看的話 這70嘛 當然很簡單 你插完數用那個laps 環數 laps ok 插完laps 大家如果抓前兩個字的話 感覺直覺應該是這樣 laps 給他這樣吧 然後拿幾個字 兩個字 對 那當然一定會發生錯誤啦 可是 錯誤的原因在哪裡呢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裡面放的原子資料 有沒有 是一個數字 就我剛剛講的 有沒有 他裡面其實 這邊看到的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裡面 那為什麼是這個數字 欸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剛剛有講過嘛 這個數字是 29846 這個實際上 天數 天數嘛 就跟1900年的1月1號 比較之後 那 他的年次 就是這麼多天 兩萬多天 ok 那 所以呢 這個是實際上 存在 becell的資料 是一個數字 那 那為什麼會變成像這樣的呢 其實有一個格式 就是他的formate test 所以呢 那個formate test 他的格式 所以如果假如 我們要真的取得 我們要的那兩個字的話 那當然 這邊一樣 你必須要透過什麼 test 先test 把它轉換成 真實的這個文字 然後再去用led切割 就可以取出你樣的年次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吧 這個地方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這個落會的話 以後真的 只要你看得到的應該都取得到了 應該沒什麼問題啊 因為大部分同學遇到的問題就是 看得到可是卻抓不到 他就覺得很煩惱 這什麼 是壞掉了嗎 還怎麼樣 ok 不是啦 是你不懂test函數吧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所以這個地方呢 多增加一個什麼 年次的欄位 我要把生日的欄位 抓取他的這個什麼 年次部分 幫我放在年次的地方 試試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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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也就是 過了 這個極力 好